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最后一个section 在这个section里面我们要介绍一些用来处理CStream很方便的函数 那么今天这些函数都是装在名为CStream的library里面 again你看到这个名词就知道以前其实是有 叫做Stream.h 这样的library 那么它是C语言的时代就有的 在C++的时代我们把它加一个S在前面 所以现在叫做CStream 好 那么他们这个东西都是用来处理字串很不错的函数 而且他们是pointer-based 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做pointer-based的function 简单来说就是要用 要用一些function 你要用这些function必须要搭配pointer使用才行 所以他们分为好几类 函数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尽力介绍 有这种完全就是让你做查询的 比如说 请问这个字串有多长 请问这个字串里面有没有含有某一个字 请问这个字串里面有没有含有某一个字 字串 这样子 也有呢让你做comparison的 两个字串拿来请问他们有谁先谁后吗 有点像是在找 请问这两个字在字典里排的谁先谁后 或者是 给定前几个字元来做比较 那这几种呢 是不会影响到 给定的字串的内容的 当然也有会影响的 比如说我把两个字串接在一起 我把两个字串拿来做 copy and paste 以及我把一个字串切开 那某方面来讲呢 越后面的越复杂 所以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讲 那么 C++里面另外有一个Standard Library 叫做 CSTDLIB 它里面呢 也有一些不错的函数 特别是关于Stream Number Convergence 你一个Stream里面如果存的全部都是整数 那我能不能把它转成一个整数 如果里面存的是1024.78 我能不能把它转成一个小数 或者是我能不能把整数转成字串 我们会做这些事情 好 那么呢 事实上 大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初学者了 你渐渐地会发现 写程式终究是学不完的 你没有办法记住所有你需要记住的知识 我们也没有人可以把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交给你 所以怎么办呢 学完基础了以后 将来你只能靠你自己做自主学习 也就是说呢 当你遇到不会的事情 你就去查 当你忘掉某件事情 你就去查 当你需要某个功能 你就去查 将来你写程式 基本上就是一个呼叫library 的工作 你的重点是知道 什么library可以用 怎么用 以及使用上有什么各式各样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以今天的例子来说呢 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在介绍 这两个library里的某一些函数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试着去查询 这些library 所以比如说我们来试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呢 这里有一个 常用的这个 library的查询的地方 就叫做这个 c++.com 那这个 Domain Name 取得还真不错 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用来 讨论 C++的 OK 那这个网站里面 可以干嘛呢 那基本上就是有各式各样跟 C++有关的东西 Clibrary IoStream 各式各样的东西 想要的话 你就上来搜寻 某一个特定的函数名称 或是某一个特定的library的名称 然后呢你查下去了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 他会告诉你各式各样关于这个library的事情 特别是比如说里面有哪一些function可以用 然后每一个function你点进去看呢 他会告诉你这个function要怎么用 比如说StreamDance 这样子 GetStreamDance 然后是一个function 点进去了以后呢 他会告诉你说 他的header 长得像什么样子 然后呢他可以冲撒回冲撒回冲撒回 然后呢底下有一些example 想要的话 你就来把所有的函数都看一遍 然后呢大概有概念什么可以用 哪些事情可以做 看不懂的就先放着 看了懂的就记起来 或者是留个印象 将来想要写什么功能的时候呢 就来查查看 你最终会要做这件事情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往下讲 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函数 很简单 就是查StreamDance 所以呢我们就呼叫StreamDanc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做的事情啊 就是你给他一个字串 他回传一个onsign的Integer 给你 那长度不会是负的嘛 所以是onsignInteger 很合理 那你传进来的东西怎么说它是字串呢 是一个字元指标 字元指标基本上代表字串 指向某一个空间这个样子 然后呢他基本上不可能会被改到 所以他提醒你一下 我们这个Library里面的这个函数 是不会Modify Str 这个东西的 不会影响到你传进来的字串 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 他不写这个Const的话 你要呼叫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就要紧张啦 你就不知道你传进去的字串 会不会被改掉 但今天既然他写着Const 你就可以100%的确定 你传进去的东西绝对不会被改掉 那对于你呼叫这个Library 当然是有帮助的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好 所以这个函数 具体的干嘛呢 他会去看 Str 这个指标 或者说是一个Address 跟由他往后的第1个斜线0 中间有几个字元 那就把它记起来 所以比如说 这里假设有一大堆东西 然后其中呢 Str指向这 斜线0 存在那里 那么 这个函数就会回传 4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啦 那么你要丢进去的东西 可以是String Literal 可以是Character Pointer 也可以是Static CharacterArray 总之 这个地方概念上来说 就应该要是一个字串 所以很快的看一下 这些Example 我呢 有一个P 指向一块 动态的空间 C印P 就有Value啦 C印P了以后呢 你马上 就可以对他做String Lens 因为你刚打了 不管几个字 最后一定会 Append一个 NoCharacter 然后 你就可以数数看 从 开头 到NoCharacter 有几个字元 那就是刚打了几个字嘛 然后呢 如果你把P3 设成NoCharacter 然后呢 你去C要StringDance P加1 你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 你待会会做实验 不过我们先 从理论上 讲给你听 如果我C印P的时候呢 我输入了 123456 像这个样子 那么 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要 C要StringDance P的时候 当然他就会印出6 这个OK 接下来如果 P0 P1 P2 P3 我把P3 改成NoCharacter 并且从 P加1 去印StringDance 的话 那P加1在这 所以就是 1 2 没有了 这个地方 就会印出2 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确实的理解 我们刚讲的 这些东西 好 那么呢 右手边这个例子 我们也很快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维读的空间 所以P会指向一块 12345 你去问 P的长度是多少 那没有问题 就5嘛 然后接下来呢 是 A这个东西 A这个东西呢 是1234567 那请问 A的长度又是多少呢 好那一样 A本人 实际上就是 1 这个数字 的address 好 那么 7后面有斜线0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 印出7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很快点 试一下 好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是 这里 这样 执行下去的话呢 嗯 我们要 include 我们需要 include 这个library 好的 那我们再试一次 如果我输入123456 我们就会看到6跟2 对吧 6是这个家伙 2是这个家伙 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确实就看到了 好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右手边这一个 右手边这一个 在这里 试试看 你确实看到了5跟7 对吧 这个 P的长度就是5 这个A的长度 就是7 好 要使用呢 其实也蛮直观的 就是丢一个你觉得是 自串的东西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长度是多少 那只不过呢 就是你希望能够完全的理解 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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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在数什么 从哪里数到哪里 OK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呢 关于这个 这个 计算 长度 的这个东西 他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可以讲 String Length 跟Size of 有点像 但是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挺重要 不能说很重要 但是 应该是要理解的 比如说这个P吧 P呢 指向一块静态空间 12345 那String Length是多长 就是5 A呢 长度空格为100 然后里面放了10个字元 String Length 就是10 这个OK Size of A 的话呢 那就是 A占了几个Size 这个时候呢 就会回传100 因为这是A的实际上的大小 它占了100个byte 所以这些都OK 但是最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A加2 如果你让它 Size of A加2的话 它会回传什么呢 好像会回传8 我们来确认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确实回传了8 对吧 那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想要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里 要回传8 我们的A本人 是一个阵列 A本人是占100个byte的 这件事情电脑是知道的 但是 A加2 本质上呢 就是一个address 而已 当电脑的Size of 这个东西 收到一个address 的时候 那它怎么能理解 它是一个阵列呢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它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说 你看起来像一个指标呢 因为指标是存address的 所以就说 一个指标 8byte OK 所以呢 在 Size of 跟String length 的解读上 它是 的确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Size of 接的是一个阵列 还是一个address 也是不一样的 OK 好 所以看一下这个 Example 我们今天呢 曾经尝试数过 这个一个字串 里面 自有几个 Space 那么呢 那个Program 不论你还记得 还是忘了 如果我们有String length 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的更简单 也就是说 我今天 Seeing.get line 得到一串 字串 一个字串的以后呢 我事实上不需要 写一个while回圈 去找 斜线0 因为我实际上是可以知道 这个字串有几个字的 我就直接一个for回圈 从0 跑到那么大 去问 请问你是 空字员吗 请问你是 空白件吗 是 就++ 最后就印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String Lens 这个东西 大概是有这样子的用途 点子 带你 试试 我们的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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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